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星有一个多月没吃烧烤了 既然今天要吃呢 咱就好好照上一顿 食材我都买回来了 可以说非常丰富 一盘硬菜6斤生蚝 看着个头鼻也挺大 带筋牛肉咱一会儿给它穿了 还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一会儿也给它穿成串 一条鲁鱼给它烤喽 再穿几串烤虾 吃烧烤鸡翅鸡脚是少不了的 再来点烤豆皮 烤鱼丸 香菇 金针菇 酥鸡 荤素搭配 吃起来更美味 用到了三包 这边是秦椒 我们陕西本地的兴兴产的 很辣又很香 孜然调料我用到了两种 一种是圆颗粒 非常大 增加口感和香味 还有一种就是符合调料 这个是磨成粉了 把两种掺到一块更香 现在摩拳擦掌 该腌的腌 该穿的穿 咱操拌起来 首先把这条鲁鱼腌了 把尾巴给它去掉 这我已经洗干净了 把中间劈开 把鱼分开以后 头也不要了 因为没多少肉 加点姜 葱 小红辣椒 再来点花椒粒 这个是青花椒 很香 加一点点盐 再来点料酒 给它揉搓按摩一下 把味腌进去 鸡脚把指甲一去 把中间划开方便入味 把鸡翅划开 多划几刀 来点葱 来点姜 辣椒 来点生抽 蚝油 加一点料酒 给它腌一下 腌入味 切牛肉 一会穿成串 切成大块就行了 烤肉就得买这种带点筋的 吃起来非常的筋道 现在就切好了 肥瘦相间 五花肉给它切成薄片 又大又薄的片 再切几片肥的 穿的上面更香 滋滋的冒油 给油膜划个刀 单面切就行了 不要切断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豆皮切片 生蚝 咱准备来一个蘸姜蒜蓉烤生蚝 逗你 这压蒜器方便多了 来点葱花 辣椒少来一点 来点蚝油 倒一点熟油 倒完油以后 给它搅拌一下 生蚝配蚝油 压韵就行了 烧烤虽美味 穿串真受罪 这可是个慢工出细活 这么一串牛肉就穿好了 用时10秒钟 还要几时上百串 想想就心累 现在就穿完了 大功告成 这些签子一共40多串 一会每每吃一顿 肉穿完现在穿鸡翅 你咋这么馋啊 鸡翅咱就来两根签 先来一根 再来一根 顺着骨头穿过去 大功告成 签子非常尖 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 大朋友就一并加小心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这些食材全部穿到位了 我现在深有体会 干烧烤店真的不容易 光穿串就把你穿到怀疑人生 食材就位 现在咱就上露台 开烤 阿兴烧烤摊正式营业 现在这个时间是快7点钟 刚好是吃烧烤的最佳时间 天气非常凉爽 蒜泥 孜然粉 辣椒面 还有油 全部都准备好了 盐我已经加了孜然调料里头 电烤炉已经热了 先给上面刷上一点油 让它慢慢再预热一下 以下我加了非常多的水 电烤炉虽然没有焊火的吃的香 但是这样很方便 先放上几个生蚝 看这生蚝 个头也挺大 然后再放点蒜泥 其实生蚝本身就非常鲜美 放不放蒜泥都无所谓 有的人就爱吃原味 先来上几串牛肉 这会儿馋死我了 把火再加大 咱先慢慢烤 让它把本身的油脂烤出来 嘿嘿 你咋这么想进来 这路牌上很脏 来来来 给你烤几串 迎接第一位顾客 竟然是只猫星人 正式开烤之前 咱戴上象征着烧烤神圣地位的白手套 鸡翅鸡脚比较难烤 咱就放上一块鸡翅 来个鸡翅 给它慢慢背上 这个火力还是非常猛的 火力十足 及时鸡翅来一点油 来来来 朝这看 烤羊串 烤牛肉串 现在闻不到一点肉香 全是生蚝的香味 生蚝差不多快好了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烤肉一定先不要刷油 这就是十年老师傅的秘诀 有很多人在家烤肉的时候 一上来先刷油 结果吃出来肉质也不好 而且非常大的腌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刷一点油 因为它本身肉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油 现在肉烤的差不多了 稍微来一点油 油刷完翻两下 咱就可以加辣椒粉 孜然粉 辣椒可以多放一点 非常香 香品秦椒 再来点孜然粉 孜然辣椒一撒 太香了 差不多可以吃了 稍微翻一下 不能烤太过 生蚝已经好了 放到盘子里头 这生蚝看着就香 这一打生蚝在外头 没有30块钱肯定买不下来 生蚝好了 我看肉也已经好了 鸡翅鸡脚放到旁边 现在咱就烤鱼 烤鱼可以多来点油 因为它本身里头没有太多的油脂 翻个个 给这边刷一点 我买的这条是鱸鱼 其实拿鲤鱼烤或者是草鱼也很好吃 现在就边烤边吃 把这盘给它造完 来一瓶酣死赶皮 清爽无比 这才是夏天的感觉 再来一块烤肉 香 外表有一点点柴 但是里头还很嫩 肥瘦相间也非常香 未吃这一顿烧烤简直是太麻烦了 从早上开始买菜 中午下午开始忙活 你看现在吃起来天都黑了 我把灯都点上了 这么吃比在店里都爽多了 自己烤也很有乐趣 如果大家没有露天的环境 其实在屋里头也是可以的 把抽油烟机一开就可以了 再露上两串 我应该再切大点 试着更过瘾 再来一个蒜香生蚝 你看这生蚝又肥又嫩 走你 就里头那口汤 鲜美至极 生蚝还是烤着好吃 有的人在家拿个大锅蒸 蒸出来虽然也很鲜 但是没有这种烤出来的浓郁 把这三串露完咱就接着烤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来口鸡翅 外焦里嫩 因为烟果特别入味 看一下这鸡翅是不是很嫩 我家猫一直在那喊 现在我给它烤一个没有盐 没有调料的 这串放在这一会给它吃 看一下这鸡脚 它这个皮因为有很多的角质 所以吃起来啪啪脆 里头还有点筋 鱼也差不多了 来点调料 咱这调料是万能的 全是孜然粉和辣椒粉 翻过来给它备一下 这才是正经的西安古法烤鱼 好吃 一定要多蘸点调料 看上面的花椒都已经烤糊了 烤鱼一定要烤得焦焦脆脆的才好吃 吃完一轮又一轮 一轮之后再来一轮 烤馍一定要多刷点油 翻个个再来点 自己烤串每次翻成的一瞬间 烟雾缭绕那种感觉 令人讨醉 这辣椒粉的孜然面跟不要钱似的 来一串焦香豆皮 含在减肥的小伙伴 我就不爱他你 你自己进行脑补 太香了 不是我吹牛 烤豆皮太好吃了 非常有韧性 然后你还能吃到很浓的豆香味 再来一个烤虾 脆 鲜 在烤菜里头我最爱吃的还是香菇 香菇经过烧烤 能把里边的香味全部释放出来 非常非常香 在陕西吃烧烤一定离不开馍 吃啥都要带上馍 辣椒 紫然 酥 脆 再来点五花肉和牛肉 烧烤就是这样 烤完一轮又一轮 就我这些食材 没个十几二十分绝对烤不完 开吃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馋的话 快来一个春日家庭烧烤吧 还是烤鱼香